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 不再一样 生命纪第21章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 不知道是谁杀的 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 只量到思维的诚意 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 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 取一只未曾耕地 未曾富恶的母牛肚 把母牛肚迁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 在谷中打折母牛肚的景象 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 奉耶和华的民祝福 所有征送欧大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 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 要在那山谷中 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肚以上洗手 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 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耶和华啊 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 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 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 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就掳了他们去 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 恋慕她 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 她便要剃头发 修指甲 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 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 然后可以与她同房 你做她的丈夫 她做你的妻子 后来你若不喜悦她 就要由她随意出去 绝不可为钱卖她 也不可当婢女带她 因为你玷污了她 人若有二妻 一为所爱 一为所悟 所爱的 所悟的 都给她生了儿子 但长子是所悟之妻生的 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 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 立为长子 在所悟之妻生的儿子以上 却要认所悟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 将产业多加一份给她 因着儿子是她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长子的名分 本当归她 人若有顽梗背腻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惩治她 他人不听从 父母就要抓住她 将她带到本地的城门 本城的长老那里 对长老说 我们这儿子玩梗背腻 不听从我们的话 是贪食耗酒的人 本城的众人 就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这样 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人若犯该死的罪 被治死了 你将她挂在木头上 她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欲要当日将她葬埋 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为夜之地 因为被挂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生命纪第二十二章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 或羊失迷了路 不可羊尾不见 总要把他牵回来 交给你的弟兄 你的弟兄若离你远 或是你不认识他 就要牵到你家去 留在你那里 等你弟兄来寻找 就还给他 你的弟兄 无论失落什么 或是驴 或是衣服 你若遇见 都要这样行 不可羊尾不见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 跌倒在路上 不可羊尾不见 总要帮助他拉起来 妇女不可穿戴 男子所穿戴的 男子也不可穿 妇女的衣服 因为这样行 都是耶和华你神 所证悟的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 或在树上 或在地上 里头有锄 或有蛋 母鸟伏在锄上 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锄 一并取去 总要放母 只可取除 这样你就可以享福 日子得以长久 你若建造房屋 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 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不可把两样种子 种在你的葡萄园里 免得你撒种所接的 和葡萄园的果子 都要充公 不可并用牛 驴耕地 不可穿羊毛 细麻两样 掺杂料做的衣服 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 四围做穗子 人若娶妻 与他同房之后 恨恶他 信口说他 将丑民夹在他身上 说 我娶了这女子 与他同房 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 女子的父母 就要把女子 贞洁的凭据拿出来 带到本城门 长老那里 女子的父亲 要对长老说 我将我的女儿 给这人为妻 他恨恶他 信口说他 说 我见你的女儿 没有贞洁的凭据 其实这就是 我女儿贞洁的凭据 父母就把那布 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 本城的长老 要拿住那人 惩治他 并要罚他 一百十颗勒银子 给女子的父亲 因为他将丑民 夹在以色列的 一个处女身上 女子人做他的妻 终生不可休他 但这事若是真的 女子没有真结的凭据 就要将女子 带到他父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 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因为他在父家 行了淫乱 在以色列中 做了丑事 这样 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若遇见人 与有丈夫的妇人 行淫 就要将 姦夫 淫妇 一并致死 这样 就把那恶 从以色列中除掉 若有处女 已经许配丈夫 有人在城里 遇见他 与他行淫 你们就要把这二人 带到本城门 用石头打死 女子是因为 虽在城里 却没有喊叫 男子是因为 玷污别人的妻 这样 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若有男子 在田野 遇见 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强与他行淫 只要将那男子致死 但不可办女子 他本没有该死的罪 这事就 泪呼人 起来攻击灵射 将他杀了一样 因为男子 是在田野 遇见 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 女子喊叫 并无人救他 若有男子 遇见 没有许配人的处女 抓住他 与他行淫 被人看见 这男子就要拿 五世舍克勒银子 给女子的父亲 因他玷污了这女子 就要娶她为妻 终生不可修她 人不可娶妻母为妻 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 生命纪二十一章 一直到第二十六章 这六章里面 都是记载 以色列 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帝 会发生当中很多的生命的小事 所以你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 你会发觉 这都是很小的一些的事件 来看一看 神要教导我们怎么来处理 所以整个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 就是教我们怎么造的神的属性 过生活 虽然都是小事 但是这些小事 神细腻的去看顾 所以你可以从这六章当中 鼓励家人 你可以找出神的属性 你在每一段 每一个事件 因为他们一两节就一个事件 可能是有时候是五节一个事件 一两节就讲到一件事 你把这件事圈起来 你在后面背注 这是神的什么属性 可能是他的怜悯 圣洁 他的公义 他的公平 他的正直 他的喜悦这件事情 他在乎他的怜悯 他也在乎这件事情 是不是能够顾到软弱人的需要 你在每一个事件后面 你就把神的属性 尝试地把它去写下来 你就发现 哇 神不单是引导我们 出埃及 经过旷野 进入迦南美地 云住火住 山上的闪电雷轰 神的荣耀 你也可以看到 神很在乎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的说话 我们的穿着 我们的饮食 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 神都很在乎 所以神很渴望从里到外 帮助我们 越来越像他 自终可以完完全全地 与神合二一 彰显他的荣耀 从21章到26章 你会发现 只要人犯罪 发生了神不喜悦的事情 解决的办法 就是用石头把它打死 怎么那么严厉啊 奇怪啊 立位纪跟民宿纪 那边特别教导我们 献祭的利率点章 教导那么多 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献祭 官长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去献祭 怎么到了生命纪 通通通都没有提到献祭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百姓 现在即将要进入到加南美帝了 摩西要特别交代这些 长期悖逆的百姓们 他们一定要看中神的律法 不单是大的事件 神很在乎偶像啦 假先知啦 甚至是敌对啦 甚至是征战 抱怨啦 神很在乎这些大事 但生活当中的细微就是 神也很在乎 所以透过这些大小事 来教导百姓 神的律力很重要 一定要敬畏神 所以这边特别不强调 献祭就是要教导百姓 不要随便将神的恩典 践踏在这脚下 所以为什么 立位记民宿记 讲到那么多的献祭 而到了生命纪都不谈 就是要教导我们 看中神的律力 敬畏神 即使在每一件小事上 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话 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 第一节到第九节 就是先教导我们 如果有些罪查不出来 不知道是谁犯罪的 造成了一些的损伤 造成了一些的死亡 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发现有一个被杀的人 倒在田野 不知道是谁杀的 我们就量 量那个城 最近的那个地区的长老要出来 他要做几件事 把母牛肚拿出来 带到流水 有水流的地方 未曾耕种的山谷当中 把这个牛犊给打死 并且在这个牛上面洗手 你就觉得神的这个解决办法 很奇特 找不到是谁是凶手 那是我们人找不到 神你应该找得到 神你知道 我们人不知道 你神知道 那为什么神你要教导长老 最靠近的城的长老做这件事 神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看重到这个地的捷径 看重到整个教会的捷径 我们有些事情 以人的办法无法解决的时候 我们交由神公义的来审断 但是神要我们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良心 不受到这件事情 有任何的亏欠 所以把母牛犊 其实母的意思就是 这是带有一种生命的能力 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带到水流之地 就是有生命之水 生命的水能够供应的地方 未曾耕种的山谷 就是解决每一个罪 长老们要付代价 借着洗手 这罪不停留在我们当中 我们众人良心不受到谴责 我们可以向神站立得住 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 当有一些消极的事物 死亡的事物 甚至是神所不喜悦的事物 玷污这地的时候 我们能够起来付代价 为这地来祷告 所以这地有凶杀 这地有淫乱 这地有死亡 这地有误会 我们要起来为这个地来祷告 知取耶稣基督的宝血 知取圣灵生命之水的洗涤 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 就是水流迁到未曾耕种的山谷 就是要走很远的路 就是付代价 神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怎么去解决这个地上的误会和败坏 神在乎地的捷径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就是讲到娶亲 而且是娶那些战俘 女的战俘 我们爱上了对方 结婚娶妻 日后因为一些的缘故 不爱她了 我们不可以不尊容她 不尊重她 把她好像丢弃 神在乎婚约的关系 神在乎这件事情 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不可以因为我自己的偏爱和喜好 来擅自更动 神对于长子的选择 我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 长子就是神所选择的 他就离到的双倍的祝福 可是你会说 诶 圣经里面很多是神自己 就自己去挑选 把小的当作长子了 你说犹大是不是 战造了这个长子的位分 你说以萨 你说以扫跟雅各呢 你说以法连跟马拿西呢 不都是神自己去挑选的吗 那是在神的选择 借着以色列人这个长子的关系 强调的是 我们这群外邦人 我们也有份在这家中 我们本来是赤子 但是在路加福音那边说到 我们现在成了什么 长子的一个位分 大儿子说不要 后来反悔去做 小儿子说好 反正最后不去做 其实就讲到这个关系改变了 我们的身位已经被神提升到 很重要的一个位分 关键就是 我不要凭着自己的喜好 去做选择 把这个决定交给神 今天我们孩子出生的顺序 我们有所喜好的不同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尊荣 神在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当中 他的拣选跟他的预定 18节到21节就是要尊荣父亲的权柄 尊荣父母的权柄 如果顽梗背腻就把他打死 其实在圣经里面 在整个教导当中 没有发生这件事任何的记载 所以神的怜悯和宽容 其实都是要叫我们这些儿子 学会去尊荣父亲 22节到23节 就是说这个地 不要一直去存留 罪跟死亡跟羞辱 当天就要解决 就发觉 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你去找到神的属性 有圣洁 神在乎婚姻的次序 神在乎权柄 神在乎尊荣 神在乎圣洁 22章你就可以看见 神在乎什么 爱的关系 一节到第四节 就是说到 如果牛跟羊 是我的弟兄 他的牛羊迷路了 要把他牵回来 弟兄离我们很远 不认识他 牵到你家 留在那里 等到弟兄来寻找了 再还给他 无论弟兄失落什么 驴衣服遇见 都要这样行 都要帮助他 第一节到第四节 神就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在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你找到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些不是你的 神借由这件事情 来试验我们的心 是否纯净 是否干净 我们的心一定要够干净 有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 我们在人际关系的里面 甚至是有时候 我们真的就在路上 或在生活里面 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的好处的 神就借由这些试验 我们里面 有没有贪婪 我们里面有没有正直 我们的心 够不够干净 神在乎这些小事 第二十一章说 没人看见的死亡 神要我们洗手 就表示 这罪不归于我们 也不归于这地 二十二章一开始 我们找到了 我们捡到了 神在乎这些小事 神在乎生命 神在乎我们与弟兄姊妹们 合一爱的关系 神也在乎我们清洁 所以有时候公私的东西 干干净净 不属于我们的一张纸 一纸笔 甚至是一个便利贴 我们都不要拿 神都看重这些小事 第五节呢 妇女不要穿男的 男的不要穿妇女的 这是神所证悟的 这就叫做次序 神也在乎分别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上面 很多的女扮男装 男扮女装 他可能就 他就觉得他 不是他生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性别 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在认知的上面 一步一步的去 选择神所喜悦 甚或是他 可能真的是他天然的倾向 可能是他这样 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喜好 但是他可以在神面前 他有倾向 他有这方面的喜好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 可以去做 神所喜悦的决定 他有一个在神面前 讨神喜悦的选择 他有这方面的倾向 但是他可以做这方面的选择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怎么有智慧的去引导 在这上面 可能他真的有软弱 可能他真的有需要 可能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变装 他真的带来心里的一个安全感 或他自己核心身份的认定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在爱里 引导包容劝勉 使他虽然有倾向 但是他可以做讨神所喜悦的选择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六节到第七节 就是看重细微的生命 神的爱遍及全地 神也借着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像神一样 看重所有万物的生命 所以你看第六节到第七节 第七节 总要放母只可取除 这样你就可以享福 日子得以长久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神都说这会有福气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去善待动物 我们怎么去看重每一个万物的生命 我们要了解神 期待我们像他一样 里面有爱的供应 爱的保护 第八节 第八节就是我们也要去顾到人的需要 很有可能是人不小心 甚至是人没有注意 而造成一些的生命的危险 我们怎么去提前保护 这就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 这就是一个神要把我们里面 官长 君王 祭司 先知的一种生命的提升 我们可以顾到每一个人细微的需要 第九节到第十节 分别 种子 不要种在葡萄园 不要种两种的种子 不可要同时用牛跟驴 不要穿羊毛跟细麻 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 你会说我们现在大家的衣服 哪个是纯 很多都是句子话西 很多都是合成的衣服 我们今天也没有耕种 牛跟驴同时耕种 这个不会是我们的难处 你说我们今天也没有 是在去种一块小田地 这块种菜 这块种水果 这块种什么 在工商社会的当中 也不见得有些人 真的有这种种植的一些的经验跟需要 这里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 在每一件大小事上提醒自己 我们要分别为圣 穿衣要有分别 跟人的互动关系 人不去注意的 我们要注意 这是一个分别 神在乎我们的爱 的给予 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是提醒我们 连透过穿衣服这件事情 种 每一天的你的工作 都要告诉自己 我是被分别出来的 所以公司不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庆祝的活动 或者公司有一个开工的一个仪式 或是同事们下班之后 有一些的休闲 或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有时候在一些的过年 佳节的时候 我们会邀约 做的一些的消遣 神都在提醒我们 你有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 你有没有把自己 跟一切的污秽 不讨神所喜悦的这些事件 把自己分别出来 第十二节 在你所批的外衣上面 视为做穗子 就连我的衣服 都让人看出 我是被分别出来 因为只有以色列这个族群 以色列人 他们才会在衣裳 周围做穗子 这不是为了美观 而是在做穗子的提醒他们 他们是属天的儿女 是属神的儿女 所以借着穿着来提醒自己 我是属神的 所以有时候 你要教导孩子去穿着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穿着是很奇怪的 你要教导穿衣 有你的自由 但是穿衣 也要活出神的属性 圣洁属天 这是我们可以去教导孩子的 我们自己的穿着也是 十三节到二十一节 这边是说到 神在乎婚姻里面的次序 婚姻的真洁 跟婚姻当中的合一 神在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 多次提到婚姻 即使是娶了战俘 俘虏当中是女的 神也都在乎 更何况是以色列民的百姓 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 都说到一件事情 神在乎真洁的凭据 神在乎女子真洁的品德 神在乎夫妻关心 先生对太太的遮盖 所以神在乎圣洁 我们做父母的 甚至是我们年轻男女 在你与我的交往的上面 能不能有神的圣洁 神的界限 跟神的喜悦 在我们的当中 世人所以为的正常 婚前的性行为 或者是婚姻以外的一些的性关系 我们都觉得大家都这么做 但是神很在乎这一切 为什么都是强调用石头把它打死 因为在富家行了淫乱 在以色列中做了这样的丑事 这样你们就可以把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神所做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边不强调 叫他们去献祭呢 为什么不强调他们去悔改呢 为什么不强调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呢 神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呢 好像让他们 没有在一个回转的机会 神是有的 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讲得这么严厉 就是要叫他们知道 这件事是得罪神的 所以不管我们曾经犯过 什么样的一个错 我们曾经在这种两性的关系 或者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真的得罪了神 我们在现今新约的时代 借着耶稣的宝血 求神的宝血 洁净我们 洗净我们 怜悯我们 也求主的宝血 洁净我们青年的下一代 世界正在玷污我们的儿女 但是神在乎祂的儿女 贞洁 圣洁 分别为圣 不管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从今天开始 我们说 主我们不再做 求祢的宝血洗净我们 再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 求祢将这个恶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完全地涂抹 求祢把这个恶 从我们的下一代当中 完全地挪去 所以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也是强调到 夫妻之间 两性圣洁的关系 如果被玷污了 如果被攻击了 甚至是被强暴了 神说 一步一步地去解决 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做可以遮盖 神都清楚地说明 三十节 不可以娶妻 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经 这就是说 不要乱伦 在性的上面 在关系的上面 神很在乎 因为这表达我们与他之间爱的关系 所以我们为我们在性上面的犯罪 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 我们曾经有得罪我们的配偶 伤害我们的配偶 不管是在身心灵上面的一些的外遇 或者是玷污 可能我们看着色情的网站 多年一直在这影头上面 没有办法去胜过 甚至是我们可能真的有 有借着一些言语的污秽 言语的败坏 羞辱我们的配偶 甚至是我们看到教会当中 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他们在性上面的一个犯罪 堕胎 婚前的性行为 或者是有一些的 同性的一些的犯罪 或者是可能他们在 在穿着的上面 也可能得罪了神 或者是他们是在 或者是在饮食的上面 真的得罪了主 亲爱的家人 21 22 都是讲很细微的事 我们除了去看见 主让我们认识你的属性之外 主啊 你也给我们一个智慧 怎么将这些的罪和恶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一的除去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 神很在乎 如果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一段 我们就发觉 主啊 是的 我们得罪了你 那我们就来祷告 求神 借着我们的悔改 借着我们的献祭 借着我们的奉献 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尾声 叫这个罪从我们的家 从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是这块地 都完完全全的除去被消灭 好使我们能够像这些长老们一样 在这地的洗手 主 这罪真的不归于我们 这罪你都消灭了 这罪你也不再追讨了 这罪你也完完全全的赦免和饶恕了 这就是21章 22章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 细腻的一点一点一点去祷告 向神回应的 亲爱的家人们 感谢您对Bible Race的支持 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 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 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 请email至 service at 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